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玩什么 我是现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做的是敦煌商豪 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着来到敦煌做生意的商人 你透过与当地人的互动 从中获得商品以及各种帮助 目标是成为敦煌里最出名的商人 这款游戏特别的是胜利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把牌打出来的正面对决 另外一种是把牌收回手上的暗地较劲 游戏人数2-4人 游玩时间20分钟左右 那我们事不宜迟 现在就来带大家认识这款游戏吧 说明书一本 双面的角色板块 商品卡有1-10号 上方的数字除了代表商品的价值外 同时也代表着他在整场游戏里拥有的张数 多数指示物一样是1-10号 代表着每一种商品都会拥有一个 那多数指示物也是双面设计的 前币 声望指示物 落挫棋子 棋子 棋子玩家标记 将角色板洗均 并且放置在场中央围成一圈 将商品卡依照玩家人数 调整好内容后 洗均并且放置在角色板块的中央 从商品卡中抽取8张卡 并且放置在角色板的上面 依据商品卡的内容 拿取所对应的多数指示物放置在一旁备用 每位玩家抽取3张卡牌 并且保留一张作为手牌 其他2张则是正面朝下 从游戏中移除 依照玩家人数 拿取所对应数量的金钱 以私人局为例 就是每位玩家会拿取7块钱 剩余的金钱放置一旁备用 将声望指示物放置在一旁备用 骑士玩家拿取骑士玩家标记 尾加拿取骆驼骑士 并且放置在一张角色板的上方 游戏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游戏从骑士玩家开始 顺时钟轮流进行 轮到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按照顺序执行以下步骤 首先是移动骆驼 你必须至少将骆驼移动一步 移动的方向 那才顺时钟进行 在移动骆驼的第一步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移动骆驼 每增加一步就必须要花费一块钱 所以假如说 我今天想要走到这一格的话 我必须花两块钱 因为第一步是免费的 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花费一块钱 接着你要拿走一张商品卡 当你拿到一张商品卡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你这张商品卡要如何处理 看是要加入自己的手牌 还是要打进去商店里 当然如果我打进去商店里的话 我必须把这张牌 出在我自己的台面上 接着 与其他玩家 比较台面上的商品内容 如果此张商品卡 你是拥有数量最多的 那你就可以获取一个多数指数 当如果遇到并列最多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把这张多数指数 拿回到自己的台面上 接着你必须要选择 你是否要发动 你骆驼所踩的那一个角色的能力 或者是拿取三块钱 我来快速讲解一下角色版的内容 首先是拿取两声望 没有一个多数指数 就可以拿取一声望 在骆驼指数前后的角色版上的商品卡 你可以选择一张作为手牌 当你骆驼指数走两步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拿取 骆驼指数前方的商品卡 两张的其中一张作为手牌 如果是移动三步的话 就可以选择骆驼指数前方的三张 以此类推 指定对手与你交换两张手牌 你所选择的两张手牌 也可以是他给你的那两张 结束后你拿取一点声望 从指定对手那边抽取两张手牌 并且从你的手牌里选择两张还回去 你也可以将刚刚抽到两张手牌还回去 弃掉一张手牌 拿取三点声望 弃掉一张商店里的牌 拿取三声望 保护一张多数指示物 将多数指示物转向商的那一面 当如果有其他人 与你的商品同数量的时候 他要拿走你的多数指示物时 必须向你支付2块钱 保护你的多数指示物 当如果有人商品与你的数量相同时 你可以抵挡一次 他能拿取你这一枚指示物一次 在商这个符号 有个特别的地方是 当如果对方的数量是多于你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没有效果 他只能抵挡平手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从你的商店拿取一张牌 返回手牌 也可以从手牌拿取一张牌 放入商店里 二选一 选择一张手牌 与你商店里的一张牌做交换 依照你骆驼指示物移动的步数 从牌库底抽取相对应数量的商品卡 并从中选择一张加入自己的手牌 剩余的放回牌库底 从牌库抽取两张牌 选择一张加入手牌 另外一张放回牌库底 将一张手牌与市场卡的任意一张商品卡做交换 选择一张自己商店里的商品卡 与市场里的做交换 假如说我选择是八栋持角色版的能力 那我会依照角色版上方的图示来执行 所以我刚才走了三幕 所以我可以抽三张牌 选择一张后 剩余的放回牌库底 接着检查是否达成胜利条件 在这边的胜利条件 为游戏的两种胜利方式的其中一种 在你的回合结束时 如果你的商店中有四个多数指示物 此时你的手牌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商品卡 那么你就可以宣告胜利 最后是补满市场 从牌堆抽取新的商品 补满市场的任何空位 如果有多个空位 则是由骆驼所在处的空位开始填补 接着依照顺时钟方向轮到下一位玩家进行他的回合 当如果在游戏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人能够达到第一种胜利条件时 游戏会一直持续的进行 进行到市场没有足够的商品卡补充时 此轮为游戏的最后一轮 在此情况下 市场可能会有些位置是空着的情况 这些空格 一样要记录骆驼的移动 意味着如果你想要略过这样的一个空位 你必须要花费一块钱 如果骆驼停留在这样的空格上 你是不会收集到任何的商品卡 当所有玩家都执行完最后一个回合时 会进行最终的计分 计算你的分数依照以下的步骤进行 首先从你的商店弃掉所有的卡牌 只留下多数指示物 每个多数指示物可以获得2分 如果你还有声望指示物的话 每一个是价值1分 接着摊开你的手牌 如果你的手牌某类型的卡牌数量比别人多 或者与别人相同时 保留该类型的卡片一张 接着你就可以完成等同于 手牌每张卡上其数值的分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你获得的卡牌数量 不能超过你拥有的多数指示物数量 也就是说 你多数指示物数量如果只有3个的话 你要进行计分的卡牌 就只留3张而已 加总玩分数最高的玩家胜出 如果遇到平手的情况下 则是比较钱币的数量 由剩余最多钱币的获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 有喜欢我们拍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喔 那我们下次见 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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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過 - reto гор门 - 琴階 - 五個 - 影响 - 啪 - 真正 - 抵 - 花 多噴一塊錢 手牌打出來嗎 你就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能力 這能力是有跟場上關的 你手牌或者是 就看你要把它拿進去還是把它拉回來 然後我用這個效果 手牌可以打出來用這個效果 換中去 其實多少錢六塊 六塊 我噴一塊我剛剛多走一步 你要給我一次 打出來 然後 發一下能力打出 這個 這是多大牌 然後我可以拿 分吧 它很強喔 嗯 多噴一塊錢 你可以拿 兩塊 可以拿這個 兩塊都 很強啊 絲卡 最好 多噴兩塊 打出來 然後剪一個回手 剪這個 它剪是剪上下 喔是喔 一樣 一樣喔 翻六拿六 所以 喔所以那就把六補到下一張 欸該該不是這張 對一樣同一張 對不錯一樣 搞錯了 換中去 好這才可以每張都可以挑 這是用這個去換 降下 然後 你可以換 換個七回 換個七回 就可以把七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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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有的放果 它是繞一圈輸的 這裡嗎 你 扶起來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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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走這個 恭喜 他獲勝了嗎 獲勝了嗎 贏了 GG 電影打出條件 秀一下 他有點錢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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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